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老师 我叫王开喜 那么今天我们讲 晚清政治与政局的第三讲 那么第三讲的题目叫做 新有政变与正统皇权思想 新有政变与正统皇权思想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1861年的11月2号 那么慈禹太后和宫秦王一新 联合发动了一次宫秦政变 那么这次宫秦政变 在我们中国近代史上 就被称作叫做新有政变 因为1861年 是农历的新丑年 那么关于慈禹太后等人 发动这次政变成功的原因 那么史学界大致有这么几种说法 那么第一个原因 他们归结为呢 是苏顺等人 在政治上非常幼稚 对于慈禹太后等人 发动新有政变的这种可能性 是吧 疏于防范 麻痹大意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 就是说呢 慈禹太后和宫秦王一新 发动政变 那么是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权利支持 所以他们成功了 这是第二个原因 那么第三个原因是讲什么呢 说慈禹太后和宫秦王一新 得到了兵部侍郎圣保 还有呢 克尔庆郡王森格林庆的武力支持 所以说他们成功了 这是讲他们成功的第三个原因 那么第四个原因 是讲什么呢 说慈禹太后和宫秦王一新 利用了朝银上下 对于这个苏顺集团政治上的不满 控制了北京内外的这个舆论 所以说他们成功了 这是他们讲到慈禹太后 发动这个政变成功的 这个几个原因 那么我认为 以上这几种说法 或者说是言之无惧 那么这个说法没有根据 那么或者说呢 仅仅是历史过程当中的一种表象 或者说是一种直接的原因 那么关于慈禹太后 发动新有政变成功的原因 那么我认为呢 还可以进一步的来商榷 来进一步的探讨 那么我个人认为 慈禹太后等人发动政变 成功的一个决定性的 或者是或者说深层次的原因 是当时的这种正统皇权思想 或者说政治伦理观念 对于人们的一种深刻的影响 那么关于这种思想层面的原因 应该说史学界呢 以往呢 没有给予这个必要的关注 被史学界呢 所这个忽视 那么下面呢 我想呢 就围绕着新有政变 与正统皇权思想的这种关系 分五个问题来讲 来讲 那么下面呢 我们首先讲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题目是 传统观点的缺憾 传统观点的缺憾 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 关于慈禧太后 发动政变成功的原因 那么其中一个 非常突出的说法 就是说慈禧太后 和宫秦王一新 他们的对外态度 和这个苏顺等人相比 慈禧太后 宫秦王这些人 他们的对外态度 更具有对外妥协的色彩 那么因此呢 宫秦王一新等人 是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 那么甚至有的学者断言 说这个新有政变呢 是以英国为首的 外国侵略者策动的 是在西方列强的 直接干预下出现 那么有的学者 甚至引用毛泽东 在1841年的一个讲话 毛泽东这个1841年 这个讲话呢 是针对着晚南事变讲的 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讲的 他说呀 中国的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 没有后台老板 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 这是毛泽东啊 在1841年 就这个晚南事变呢 对新华社记者的一个谈话 那么有的学者 就引用毛泽东这段话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呢 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中国 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 各派势力 没有后台老板 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 引用毛泽东这段话 接着他又讲 说新有政变也是如此 那么他提出来这个观点 有没有史料根据 那么他的史料根据呢 是这样一个材料 就是在咸丰皇帝临死之前呢 英国的驻广州领事 叫做罗伯逊 罗伯逊 这个罗伯逊呢 他曾经提出来 要变更中国的皇位 那么这个英国人 他们就曾经讲 说公秦王一新 那么这些人掌权 是由于啊 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 他说呢 这个一新等人之所以能够上台 是由于英国人 在几个月以来 非常注重 同一新等人的私人交往 那么他说 一新等人上台 证明了我们的一种政策 是正确的 什么政策呢 他就说 我们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 获得公秦王 及其同僚的信任 消除他们的惊恐 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 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 那么这是他们呢 在这个新有政变 前后的这么一段话 就是他们呢 希望同对公秦王表示友好 使公秦王一新能够上台 那么新有政变以后 英国的驻华公使 叫做普鲁斯 那么普鲁斯在给英国的外交大臣的一个信当中也讲 他说呢 在过去的12个月中造成了一个请心于并相信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 有效的帮助这一派人掌权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 也就是说英国人讲 导致新有政变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他们对公秦王一新 施加了一些影响 那么这种观点 我认为呢 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 那么关于这个观点 事实上呢 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质疑 那么这个学者就提出来 说上述的这些史料 或者呢 并没有提供任何事实 或者呢 是无丝毫证据 纯属推测之词 这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这个问题 那么我完全赞同 这个学者提出来的观点 那么除此之外 我要补充几点 关于这个问题要补充几点 那么第一点 就是英国人的这个上述这个说法 就是他们对公秦王一新 施加影响 说这种说法 可以说是反映了英国训练者 当时的一种主观的想法 主观的愿望 那么或者说呢 他们更乐于接受 公秦王一新上台 更乐于接受慈禧太后上台 接受这么一种既承事实 那么他们对于这个新有政变 所采取的这种默许的态度 或者说不反对的态度 那么对于慈禧太后 对于公秦王一新发动政变 或许会有一定的心理影响 那么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一条材料证明 能够证明英国人 直接去影响 或者说直接参与了新有政变 那么这是我要补充的第一点 我要补充的第二点 就是有的学者 引用毛泽东的那段话 来证明这个新有政变 这个时候 这个清朝统治者 如果没有得到外国的支持 是什么事情就做不成的 那么对于这个结论 那么我认为呢 也是非常值得去考虑的 或者说这个结论是不恰当的 值得讨论 为什么 因为在新有政变的时候 大家知道新有政变是1861年发生的 就是在1861年的时候啊 外国的群立势力 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 还没有完全结合起来 那么中国的封建统治者 包括一些官僚士大夫 那么对于外国人 还是很鄙视的 很看不起 那么还是称他们为疑人 那么他们对于外国人 可以说呢 是一距颇深 非常担心 那么因此 在新有政变之前 还没有人敢于公开的提倡 同英国人 同外国人呢 进行友好合作 那么事实上 在新有政变之前 思习太后 那么在一部分国人心目当中 那么特别是在一部分外国人心目当中 思习太后 还是一个强烈的排外主义者 那么对他呢 并不是很认同 那么新有政变的时候 如果某个人得到了外国的公开支持 那么他所得到的 应该说不会是什么成功 而只能是像过街老鼠一样 人人喊打 会得到这么一个可悲的下场 那么中国的封建统治者 从外国人的公开勾结 是在新有政变以后 那么才出现 这是我补充的这个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 那么如果说 当时有些英国人 确实具有一种想法 希望共青王一心能够上台 来取代先锋皇帝 那么如果是确实有这想法的话 那么也是当时的英国人呢 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一种主观的一种 异想 一种主观愿望 那么这种思想 也不代表当时英国政府的意见 那么在伊和团运动之后 就是1901年伊和团运动之后 那么西方列强当中 也有些人提出来 要变更皇统 就是改变中国的皇帝 那么但是最后呢 因为他们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只得放弃这么一种政策 那么就是说 在中国已经沦为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 20世纪初 那么西方列强还不能够 为所欲为的 去变更中国的皇统 那么在19世纪60年代 当然就更没有这种可能 那么这是我要补充的第三点 就是说呢 西方列强啊 对于这个新有政变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 有没有 我认为呢 它这个影响应该说是非常有限的 没有这个史料证明 这个英国人直接参与了 或者直接影响了新有政变 那么史学界 另外两个传统的说法 一个就是说 慈禧太后 一心发动政变 是因为他们得到了 圣保 孙格林庆 等清军军事将领的武力支持 那么这是一个说法 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 这个 慈禧太后 共青帽一心等人 得到了其他清朝官僚的 清朝其他这个官僚的这种知识 那么这两种说法 那么固然是有它的道理的 可以说是言之成理 那么但是我认为呢 这仅仅是一个表面的原因 那么如果说人们进一步的追问 那么为什么人们 包括圣保 圣格林庆 清朝 清朝的这些统治官员 为什么会支持慈禧太后 和共青王一心 而不支持苏顺等人呢 什么原因呢 那么除了苏顺等人 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一些既得利益 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那么我认为啊 这个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想引用黑格尔一例 黑格尔的一段话 那么黑格尔讲 他说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超出他的时代 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 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 那么当时清政府的各级官员 难以逾越的一个障碍 时代局限 或者说清政府官员的一个皮肤 是什么呢 就是封建的专制制度 以及正统皇宣思想 那么正是这种正统皇宣思想 这一个不被人们所注意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从一开始就决定了 慈禧太后和公秦王一心的成功 也就是说 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肃顺等人 必然会遭到失败 那么咸丰皇帝在临死之前的 对他的后世的安排 可以说就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讲一下第二个问题 就是这个咸丰皇帝这个后世安排 那么后世这个咸丰皇帝这个后世安排当中 使得这个慈禧太后等人 取得了代替他的儿子来前印的这么一个特权 那么所以说呢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太后代子前印 代替他的儿子宰纯来盖印 太后代子前印 无异于垂帘 那么这是第二个题目 太后代子前印 无异于垂帘 那么史学界呢 这个很多学者呢 都是有这么种认识 或者看法 因为这个咸丰皇帝呢 在临死之前 就是他生前 对肃顺呢 是信任久而易专 对肃顺非常信任 说行在事一以为之 所谓的行在 就是说皇帝 他的出行所在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行在呢 就是指的这个成德的避暑山庄 说在避暑山庄这个地方 一切事情都委托给了肃顺 对肃顺呢 非常信任 那么正是由于肃顺 得到了咸丰皇帝的信任 肃顺呢 竟然敢向咸丰皇帝来进言 进言什么呢 进言实行除去那拉市 就是慈禧太后的这个勾异故事 实行这种勾异故事 那么在这个地方 所讲的勾异故事 那么是出自西汉的一个典故 西汉 我们都知道啊 在这个西汉 出现了一个非常这个著名的皇帝 就是汉武帝刘彻 那么刘彻呢 有一个夫人 叫做杰鱼 那么由于这个杰鱼呢 他居住在这个勾异宫 所以人们呢 习惯呢 就称这个杰鱼呢 叫做勾异夫人 那么这个勾异夫人 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弗灵 那么弗灵这个人呢 身体很强壮 是吧 也很聪明 那么很得这个 这个汉武帝的这种喜爱 那么汉武帝呢 就准备把他立为太子 那么但是汉武帝呢 又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担心 担心什么呢 他就担心这个福灵当时年龄很小 他的母亲勾异夫人 年龄很轻 比较年轻 那么汉武帝就担心 一旦自己归天了 西去了 死了 主少母状 就是皇帝年龄很小 不能够马上处理这个政务 他的母亲正在撞年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难免出现母后专权 甚至出现一种淫乱的这么一种朝局 那么这个汉武帝 为了避免出现 这个汉代曾经出现的 这个旅后专权的这种朝局 那么汉武帝就采取了一个果断的措施 什么措施呢 就是立其子去其母 就是立福灵为皇太子 但是把他的母亲勾异夫人赐死了 那么肃顺是不是曾经向宰封 向这个先锋皇帝来禁言 要除掉纳拉使 那么这个史料记载是不一样的 有不同的记载 那么我认为啊 这个肃顺呢 向先锋皇帝 禁言实行这种勾异故事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肃顺如果是禁言 除掉纳拉使 那么我们知道 这是挑拨帝后的关系 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 那么我想呢 很可能是咸锋皇帝 对这个纳拉使 就是后来讲的慈禧太后 本身就不满 向肃顺 谈到过自己这种想法 肃顺呢 仅仅是复合而已 那么也有这种史料记载 就是咸锋皇帝有这种说法 肃顺呢 复合了 那么从这个事实上 我们可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临终之际 咸锋皇帝对于肃顺等人 并不是十分放心 那么他该怎么样 防止他的臣下 防止全臣 来专善 怎么样 确保皇权 不治旁落这方面 咸锋皇帝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因此咸锋皇帝 他的这个后事安排 虽然不太高明 但是咸锋皇帝 他并不糊涂 很重要一点 就是怎么样 保住他的皇权 不至于旁落到这个全臣手里 那么1861年8月中旬 先锋皇帝并危了 好 好 谢谢观看